何何放下一个要了你半条命的人呢 有人说 继续爱吧 不知廉耻的去爱他 直到自己壮的头破血流 直到他把你扎得千疮百孔 你也就死心了 OK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 并且这样去做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 请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完这条视频 因为这样伤害自己 去放下一段感情 你失去的将是用一生都无法去治愈的心 其实放下一个人 根本没有那么难 以下三点 建议点赞收藏起来 反复的听几遍 第一 放不下一个人 往往是放不下一种感觉 一种你从未在别人身上得到的 被满足的爱的感觉 甚至你的父母都没有跟你有过 那么美好的生活体验 这种感觉 让他的肉体犯态 度上了精神 可是回过头 当你看清楚他的时候 辜负你的善良的是他吧 欺骗你真心的是他 玩弄你信任的还是他 对吗 其实他跟普通人 并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 放不下一个人 在心理学有一个名词 叫丧失 做出非常好的解释 当我们即将要失去一个人 或者一段关系的时候 比起失去带来的巨大痛苦 我们会选择下意识地去忽略掉他的缺点和伤害 甚至还会去怀念你们曾经的美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 这叫自我催眠 一种非常极端的表现 让你沉浸在这种幻想和美好当中无法自打 其实这种心理投射 更多的是在提醒着你 要面对自己的脆弱 当你穿越了每一次痛苦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会上升一个层次 记住了吗 第三点 灵界点 一个人最大的魅力 大多数都不来自于自己 而是来自于外界对他的评价和想象 你忘不掉别人 说明你处理痛苦的灵界点是很弱的 你还不够强大 你把自己变得强大才是你唯一的资源 当你强大了 当那个时候忘不掉的人 就是他了 记住了吗 我是有关注我 至于你